大家好,欢迎收听安播足球快讯 在周五的下午,奥迹联展开独角器 阿德莱德联面对西部联来集 M直播到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后者目前在联赛排名占底 客场坤场失球数接近2.5个 西部联此行实在难逃落败的命运 阿德莱德联过去几个赛季常规赛排名不断上升 上季更是来到了前三位中 那么贵球队不但未能更进一步 反而排名急剧下滑 尤其是在1月下旬至3月上旬期间 遭遇了联赛连续七轮不胜 期间更是输掉了6场之多 不过幸好阿德莱德联主场攻击力环系值得清道 12场主场比赛省获25球 困场入球超过2个 对路头号得分手指数杨氏 今季已经有9个联赛入球贡献 他将是西部联还需要重点盯防的队长 今次面对客战能力不足的西部联 阿德莱德联细勢奪两年胜 阵容方面 后卫L巴亚和中场J卡华路等人因相倦劲 西部联全季爆冷斩获奥迹联冠军 上季就退步明显 常规赛只爬在中下游附近 今季他们整体发挥令人失望 前15轮仅仅赢得两场 直到最近才逐渐找回竞争力 不得不提的是 西部联今季下场比赛 在11场失掉了27球之多 防守表现非常糟糕 今次面对阿德莱德联不足的主场 火力确实难以招架 上方今季手循环较量 西部联主场1比3不敌对手 如今还要作客出展 西部联今季恐被对手伤杀 上兵方面 后卫J·泰特和前锋阿尔纳查尼等人相拳 多谢收听 记得赞和分享我们的视频 喜欢这条视频的话 记得按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分享给你的朋友们看 我们下条视频再见 拜拜